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你 现在是凌晨 你怎么起来了 我有早起练刀的习惯 在你的世界 也有很多人早起锻炼 但你总起不来 能睡很好的人 一般都生在很安宁的环境里 你该为自己庆幸 你想跟我聊聊 我想 我不该拒绝你 毕竟 我们即将结为伴侣 先坐下 坐到我身边吧 这里只有一张椅子 不过足够宽 是黄金制的椅子 光之灵的宫殿里 应该装饰着贵重的金属和宝石 不 我并不喜欢奢华 只是闪亮之物 能加深阿萨们对光之灵的信仰 被信仰之的灵主 才会变得强大 你说 我很虚荣 我要时刻证明自己存在着 也许你没说错 你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你也 虚无 我 什么都不是 你想告诉我 什么 没必要否认自己 你 这个说辞 倒是有些意思 起风了 早上的风有点冷 不好意思啊 突然想跟你靠近一点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与你洁净的时候 我会觉得没那么空虚 嗯 就这样 我们等风过去 一小会儿就好 好 怎么还不睡 好像你这几天 一直睡不好 我希望你在我的宫殿 过得舒服 你即将成为我的伴侣 我想好好对待你 伴侣的意义 小时候从书本 和训诫教条里听过一些 结为伴侣的阿萨 终生互相依靠 不可悲伴 不可悲伴 你反应好大 是因为我对伴侣不尊重吗 好 除了教科书 我也听别的阿萨讲过伴侣 他们说 伴侣之间会产生很深的情感 零的结合 会让彼此无法分离 为什么一直瞪着我 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你觉得我在说这些的时候 完全没带憧憬 我无法感觉到快乐为何物 好像是的 我好像很难感受到 快乐这种情感 另一个罗夏跟我不一样吗 嗯 看起来 你已经接触过另一个罗夏 告诉我 你知道多少关于她的事情 我确实在看着你 你没办法真正联系到她 那 在你想象中 她和我是什么关系 哦 一个故事 在你们世界的电影里 有黑狮子篡夺侄子往位的故事 嗯 灵界没有电影 但我看过戏剧 不过 灵界的楼下不是我侄子 她是我双生兄弟 嗯 这是个秘密 你不要说出去 当然 在光之灵的领地 你说了也没人相信 但她会消失的 但是 神选择了我 你也只能 选择我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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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就站在台阶下吧 原初的血脉已就位 登天之塔已建成 就让嘉一路塔 将我们带入真正的天堂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不是什么大事 那种地方 本来就是虚张伤势之处 我也不怎么喜欢在那里 那是我应做之事 或者说 那是神的旨意 我的一言一行 都遵照神的旨意 自然是有的 我也在履行我自己的计划 你的意思是 那 我是说 这个时节地板还有点凉 至少让人拿块地毯垫着 刚才你一直站着 体力也有消耗 可以吃点东西 可以吃点东西 还不错 这个好像更酸 你为我这个 是掩饰自己吃得更快吗 确实是我先拿来的果盘 我说过的 你是我的伴侣 伴侣间 应该坦然相对 年长的阿萨告诉我 如果彼此之间感情不够 零的结合很难完美 但其实这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 神需要你的灵 我的身体 神选择未来 我只是个执行者 决定你命运的 是神 听到这些话 你居然还能吃得很开心 草莓吗 还不错啊 比樱桃酸 你不许我抱怨酸 但你喂给我的都很酸 这是事实 是想自己试试 葡萄 还是很酸 不用继续找了 虽然有点酸 但这些果子都挺好吃的 之前没有人像你这样坐在我身边 做这些没有意义 它能让我心情好起来的事 你 不害怕明天吗 明天 你将走进嘉一路塔 进行零的结合 你知道 灵的结合意味着什么 会让你适合处境吗 不想也好 不管你怎么想 都无法逃离神 尽情地享用酒 果肉和佳肴吧 趁着你 还能感受到快乐 感谢零的结合 感谢观看